hello大家好 我是屈哥 15分钟的练翘臀 躺船练翘臀 翘臀不粗腿 每天就坐办公室 臀部扁平塌 无力回天的你 是不是好不容易抽时间 跟练了一段时间 却发现 它还是扁平塌 那你哪里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别人都能练好 而你的臀部训练效果 却不明显 今天呢 我会详细的重量 与时和动作机制 三个方面 来帮你们寻找答案 P2还附带了 臀部各角度训练的 详细教程 那首先我们来说重量啊 我特别想告诉你们的是 徒手训练 真的没办法长肌肉 也练不成你们想要的蜜桃臀 局部增肌的本质 是让我们的肌肌围发生 微小的撕裂 然后呢 再通过休息和补充蛋白质 去修复它 才能导致它的体积增大 那我们一般做的徒手训练呢 无论你用多大的训练量 多少次 都很难产生撕裂和破坏 所以就没有办法 修复和增长 所以这样的训练 无论你做多少时间 做多少组 最多只有轻微的外形变化 但不能变成你们想要的蜜桃臀 那第二个呢 是饮食 在吃的方面 可以说大部分女生的控制的 真的太狠了 不吃主食 不吃脂肪 不吃肉 用蔬菜水果来代替正摊 普遍来说 蛋白质的摄入绝对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的肌纤维啊 通过训练撕裂后 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补充 是不可能找大的 所以在饮食方面呢 我们尽可能选择摄入优质蛋白 主食呢可以减半 但不能不吃啊 蔬菜多吃 在控堂方面呢 做得严格一些就可以了 那说完了饮食呢 最后一点我们再讲一下 动作机制的问题 首先臀部的训练 大多以屈膝屈宽为主 虽然说这些动作都能练臀 但是大腿的参与度也是非常高的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掌握 臀部发力的技巧呢 臀部是很难找到感觉的 但是又因为我们的居家训练 大部分动作啊 都是开练动作 所以例如棒式开合呀 猫式侧踢 后踢腿这些等等动作 虽然也能自立到我们的臀部肌肉 但是它们的负荷啊 都非常轻 所以并不会造成我们肌纤维的一个破坏 那如果你想要臀部有变化 我们一定要去尝试 用一定的重量去做一些必认动作 比如啊负重深蹲 负重臀桥 肩步蹲等等动作 有了一定的重量呢 你的臀部肌肉也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突破 说了以上三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些臀部长不大的原因呢 当然啊 记得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毕竟身材管理 吃睡练三样都要紧密相连 这期除了理论 当然还得给到你们一些具体的训练动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臀部训练三部曲 是在健身房的一个负重练习 可以有助于你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 训练一个完美的臀形 绝对详细干货 值得收藏 走我们去健身房实战去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打好地肌 让臀部变大和变厚 所以呢 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发展我们的臀大肌 这是训练臀部占比最大的一块肌肉 有了坚实的地肌才能有一个完美的臀形 这里给大家推荐以下几个训练臀大肌的高效动作 臀大肌占臀部肌肉最大比 也是臀部的根基 这几个动作呢 可以很好的发展我们的臀大肌 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重量才行 那第二步我们可以开始塑造臀部的形状 也就是说臀部除了变大以外 我们还要让它变得更翘 看起来呢 腿部线条也会更长 比例上也会更好看 所以我们得发展臀中肌 多做一些宽外掌的训练 这里给大家推荐以下几个训练臀中肌的高效动作 这几个动作主要是侧重我们的臀中肌 想让臀部变得更宽 视觉比例上腰就会更细 所以呢我们可以多训练我们的臀中肌 那第三步我们可以开始雕刻臀部的细节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专门训练臀大肌上部和下部的线条 提高臀线的位置 不要让臀部下垂 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臀大肌上部的训练动作 这几个动作是在已经升宽发力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收缩 感觉是抬到几乎不能再抬的位置 但过程尽量保持核心和宽部的稳定 针对臀大肌下部的训练动作 臀大肌下部的训练可以理解为将所有的动作尽量蹲到底 让臀大肌下部充分去伸展 伸宽时呢也尽量加紧臀部 好了这个臀部训练男女通动 感情分享给你顺便需要练臀的朋友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希望在健身的道路上能帮到你们 一点点 我是七哥 我们下期再见